第一天还是火热 现在6号正式的长沙交流会的第一天 然后昨天我们买了很多 在周二晚上给大家 昨天晚上也分享了很多精品 我淘汰的东西基本上都 云的差不多了 湛江那边 湛江 湛江好像蛮远的 不远就高点 很快嘛 好像觉得去广东都挺大的 他是吧 老板来了 老板拿了一袋早餐来 问几个东西 老板这里一摊货 我们选几个比较别致的 好一点的 我们来选 这个碗多少钱 这个广彩的 画片呢 这个是嘉庆道光的 这个画片比较好 这个多少钱 三千吧 我知道我知道 嘉庆道光的一个画片 人物画片是还好 但这个你价格有点太贵了 两千块钱吧 我也不乱说 真的 卖一个杯子 小刀多少钱 多少钱嘛 三千五 三千五 这个尺寸大 这个十公分 十公分多一点 哇 这特别惊喜 你昨天自己买的 对 我昨天是一千一万买的 然后他这里有一个画人物 我后来想起来了 我原来在长沙天心哥 自己还卖了一个 现在就是 当时卖的很便宜 但现在买回来 也要花价钱了 所以好东西不要着急买 那时候也是没办法吧 带来的就想出掉算了 但是这个比较别的 这个比我上次比较特殊的一点 它中间有个落款 它的款是在里面 你看巨峰原址 大陆振包固安城 这个东西比较特殊 比我开门的 都是本巢的 本巢的 这种大家以前买过 珊瑚红果股的 花卉的 或者什么 岸巴仙的那种盘 那种杯盘 但这种的 人物比较少 因为是开窗化人物的 卷美品 拿一下吧 谢谢 拿一点 拿一点 这个就拿着吧 比较合适一点 我们就拿着 这里有一个六方瓶 还比较别致 大家看一下造型 咱们到市场上来买东西 因为普通的东西 其实都买过很多了 咱们尽量买一些特殊的品种 这个很漂亮 是一个苹果绿油的 一个这种六方瓶 看一下这 其实从这个提字 就能看到它的年份 银花土秀 实属下月 画的是一种花卉图 主要是造型漂亮 画的应该是山多 山多 底下也比较特殊 是一个宣传年制款 这种其实都是蛮别致的 宣传年制款 不许如果不落款的话 基本上就是个民国的东西 落了款的话 大家可以查一下 更新年是哪一年 包括这底下有个宣传年制 这个宣传年制 不一定是宣传年 它只是一个寄托款 只是一个寄托款 如果宣传本年的话 可能价值更高一点 这个应该不是宣传年 我来查一下 更新年是哪一年 我查了一下 更新年是1910年 正好是宣传本年的 这个东西其实还真的是简陋 我们在旁边偷偷的说 其实并没有大声识 并没有跟老板听到 这个不让你赔 又没干嘛的 怎么这么咬得这么死干什么 这个东西有那么值钱吗 看着还好玩 是少的 买东西你也别那个了 我再加50 咱们真的不要为了几十块钱去 这样这里干什么呢 你也没赔 老板也是 没办法 我也是 包着包着 没办法 这个现在就是有点货 都是很那个的 很牛的 就是说多少就多少 老板货印价印 但是不过这个品种还好 这个品种还好 可以 我来给你当小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